我们继续来学习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可以分作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从神得的恩典 也就是有活泼的盼望 为这要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要敬前度日 就是二章十一节一直到结束 那敬前是什么 敬前就是把神的本性活出来 我们人有人的本性 神有神的本性 一个带有肉体的人 把神的本性活出来 不简单 那这个过程要受苦 也就是说敬前上要超练自己 这样不断练习 不断练习 练习到最后变成习惯 所以二章十一节以后 这个叫做熟练仁义的道理 就是让我们人有被称义 所以我们的教会听到 主给我们平安 喜乐 力量 盼望 这个都很好 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只是道理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爱 另外一部分就是神对我们的期待 神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要熟练仁义的道理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在教会聚会 听到几十年我们一直注重神的爱 但是我们忽略了在敬前上要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后半部 就是在敬前上我们要进步 那我们回来第二章做一个结束 第二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 这个在讲 我们现在来看二十一节 你们蒙照原始为此 为此是为什么 前面就是说为着行善而受苦 所以主耶稣 选择要我们因行善而受苦 那原因是什么 下面说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所以行善而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为我受过苦 那主耶稣为我受过什么苦 就是二十节 二十节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的罪 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的苦 也叫做 也叫做喝苦杯 世界上没有苦难 比十四节 比十四节的苦更苦 那主耶稣为我受苦 那主耶稣为我受苦 对我有什么改变 那接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改变 就是二十四节 下半句 我们在罪上死就可以在意上活 我们可以称意 所以 洗礼进到水里之前 我是罪人 从水里面上来 我是义人 怎么这么简单 因为耶稣为我付出赎架 定在十字架上 那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得医治 主耶稣定时之间的过程 为我们受鞭伤 那我们得医治 这个医治可以了解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 因为耶稣受苦 所以祂是给我们恩典 因为我们已经变祂的儿子 那第二个这个病就是代表 这个病就代表罪 因为主耶稣为我罪死 所以可以借着主的恩典 让我们从罪的捆绑 罪性的控制当中 得医治 得自由 没有主耶稣啊 人没有办法脱离罪的 跟罪性 那第三个 他为我们死的 他给我们的影响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但是你现在归到灵魂牧者的监督 这个羊就是神 那不是这个牧人啊 就是主耶稣本身 就是神 那羊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以前是迷路的 我们活在世界上没有神 没有指望 那现在借着主耶稣的救恩 我们就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 就是找到灵魂的牧人 就是主耶稣 那开始我们就可以享受 有牧人这种丰盛的生活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 这个叫做行善而受苦 那前面这在讲啊 我们做仆人在公司上班 那上班老板啊 很多都是没有信仰的 那很多的老板啊 就是用他的仆人 就是要赚钱啊 所以有时候造成仆人相当的辛苦啊 雇员啊 那我们要怎么来回应 我们的公司的老板 那为什么这里讲啊 十九节 良心对得起神 那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为什么这个跟良心对得起神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得到救恩以后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 那属于主耶稣 主耶稣都有没有一个期待 那期待是什么 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九节 Chapter 2 Verse 9 我有你们是被拣权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良那 造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者的光明者的美德 第十节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了 这个第九节开始就讲啊 我们的身份改变了 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被拣选的族类 那这个身份很宝贵 但这个身份有它的本分 那本分是什么 宣扬造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黑暗是属这个世界的 那奇妙光明者是属神的 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明光照耀把神的本性显现出来 所以现在老板对我不好 神对我们有一个期待 我们要让他知道 神在我身上的本性是好的 如果十个人在公司上班 那只有我是基督徒 那现在老板对四个都不好 那这个我跟其他的人 对老板的反应都一样 因为和你有可能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人的本性 你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那如果我们对老板的回应 跟其他九个人一样 那我们的良心就对不起神了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 他挂在十字架上 让我有尊贵的身份 那主耶稣现在安排我到这个公司来 要把主耶稣的美德显现出来 所以刚刚那个赞美是 就是要把神显量出来 那这样我们就对得起神 神啊你为我死 我真的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虽然老板对我不好 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美德表现出来 我就对得起神 所以现在我们跟老板之间 不是他跟我之间的关系 我跟老板的关系 我要有神进到中间 我要把神的本性显象出来 那这样我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很平安 所以二十二节 被骂不还口 被害不说威和的话 二十二节 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这个就是神的美德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如果公司老板对十个都不好 他会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 他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这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 那个人是信耶稣的 他就知道 哇 信耶稣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好的 那他不认识耶稣 他怎么知道耶稣是好的 因为他看到信耶稣很好 所以他知道耶稣是好的 所以第二章就在讲我们做仆人的 要反映出主耶稣的好 所以这个叫做忍受冤屈的苦楚 当然这是牺牲啊 但是这个就把我们的敬虔表现出来 那我们现在看 因此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 我们不论是面对社会上的人 或者说在教会侍奉 最后就是主耶稣做榜样 所以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在生活所遇到的人事物呢 如果最后我们真的想不出来 我们就试着想主耶稣的榜样是什么 那如果想不出来就想主耶稣要我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到最后 要把主耶稣限量出来 我们看加拉太书 第二章 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的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句话非常好 现在活的不是我 所以有人听人这样讲 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我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我没有信耶稣 这个没话讲 但是如果我信耶稣 我这样讲就 对不起主耶稣 因为二十节 现在活着不是我 那为什么活着不是我 因为那个旧的我在洗礼的时候已经死了 那从洗礼上来是新的我 什么是新的我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叫新的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目标 所以记得啊 新娘的目标不是你定了一套人生的理想 我要达到什么理想 一直靠神 神你如果爱我 让我达到那个理想 不是这样的 新娘的理想是什么 就是这里 现在活着不是我 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在每一件事情 对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我要把主耶稣活出来 今生钱赚多少 生活高低哦 这个是戏台上演戏啊 乞丐跟皇帝 埋在坟墓里是一样的 但是拉撒路跟财主埋在地里又不一样啊 为什么 因为拉撒路敬畏神 所以他到天父的怀里 所以我信耶稣到底我的目标在哪里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现在回来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这个第三章啊 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 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啊 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Wives like wives be submissive to your own husbands 前面啊 这个彼得提摩带前书里面讲 为什么要顺服 Peter talks about why wives needs to be submissive to their own husbands 第一个先造的是亚当 First because Adam was creative 那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 And Eve was from Adam 所以亚当叫做头 So Adam is the head 所以要顺服 So must submit 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犯罪的是夏娃 Because the one who sinned is Eve 所以带领犯罪要顺服 比较弱的要顺服 Because Eve must submit because she was the one who sinned 这是圣经里面这样讲 And this is a teaching from the word of God 那我们也有讲员在问问问题 那是不公平 为什么一直女人在顺服男人 And we have members who ask You know it's really not fair why wife needs to submit to the husbands 所以现在婚礼啊 你如果听到婚礼正道很早讲顺服 And when you actually attend Mary wedding ceremony Wedding ceremony very very rare do you hear sermons like wife need to submit to the husband 那为什么很早讲顺服 因为社会是男女平等的 那第二个 有的女的受教育比男的高 能力比男的强 赚的钱比男人多 And they earn a lot more money than men 你说要我顺服吗 And you want me to submit 这真的很难啊 And that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那这个是社会啊 进到教会还是真理就是真理 But that is the society But when we enter a church The truth is the truth 那为什么这个叫做不是不公平 Why is it that we should not say it is not fair 因为我们上一次读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在讲婚姻的道理 And back in the book of Ephesians we talked about the truth pertaining to marriage 婚姻的道理其实就是基督爱教会的道理 And the truth i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那基督爱教会在先 Because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first 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 That's why the church needs to submit to Christ 好 我们现在想想看哦 有哪一个人顺服主耶稣生活发生问题 Think about who actually submit to Christ Actually encounter problems in life 哇 我现在生活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顺服主耶稣啊 没有这样的 And then they say well because I submit myself to Christ I now have so much problem in my life 我们如果现在生活很多问题哦 就是我们没有顺服神啊 And the reason why we are so unstable in our life Because we have not submitted ourselves to the Lord 那顺服神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o submit to the Lord Oh 圣经说 你如果爱我你就听我的诫命 The Bible says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obey me Oh 主耶稣讲的 And that's the word from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神的诫命是属于祂对我们的爱 And God's commandments are based on His love for us 所以我们如果顺服神遵守祂的诫命 就是接受神的爱 So if we obey His word His commandment That means we are observing all His teachings And His love And then we will be blessed Oh 那这样看起来哦 顺服是好的 So in that way submission is actually very blessed Oh 因为顺服会得福气 Because when we submit to our Lord Jesus Christ Oh 顺服会避免很多的问题发生 And submission will also avoid many pitfalls Oh 那不顺服神才会发生很多问题 And when we don't submit or yield to our Lord Jesus Then when we encounter a lot of issues Oh 因此做丈夫的责任 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husband 就是要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他的太太 Husband must love the wives as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那这个爱是不计算不求自己的益处 And this love does not claim any own rights Oh 不计算人的恶 It does not Oh 不计算人的恶 Oh 不计算人的恶 Do not remember one's wrong Oh 那如果是这样的爱哦 你顺服它当然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啊 And of course if we submit If we follow this submission It's actually very beneficial to us Oh 所以丈夫要一直提升那个爱哦 Oh 变成圣经里面讲那个爱 Oh 那做太太要一直的顺服 向圣经里面讲这个顺服 那婚姻就越来越好了 Oh 那现在发生一个问题 Oh 那如果丈夫没有爱那怎么办 Oh 因为我们讲的是神的爱嘛 Oh 那神的爱呢 Oh 就是丈夫如果没有爱 Oh 就是她比较软弱嘛 我们做太太的比较刚强 Oh 我们要爱她为她祷告 Oh 那她灵性一直进步 她那个头就能够当得越来越好 Oh 所以夫妻之间哦 情爱有爱很好不够 Oh 需要神的爱在中间 Oh 这个才会越来越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Oh 那回到第三章 第三章在讲妻子 她是比较软弱的器皿 In chapter 3 it talks about wives being the weaker vessel 因为如果到第三章的第七节 And verse 7 in chapter 3 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 因为她比你软弱 Oh 这个她比你软弱 应该是止咒体 Oh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下 门徒那个男的都跑光了 Oh 只剩下女的在那里 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 你看NATS 几个男的来参加 全大部分都是女的 那我们有时候在地方教会里面 负责人越来越多女的 男的不晓得去哪里 所以这个她比你软弱 我想应该是肉体上 有时候在灵性上 真的女的比男的还强 但是女人虽然比较弱 女人可以非常有力量影响她的先生 所以不要想弱者就没有力量 哦 弱者是有力量的 哦 哥林多后书里面 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 哦 所以这根刺让我很痛苦 我常常觉得很软弱 哦 不要想说保罗一直很软弱 他就倒在地上啊 你看他被石头打 别人把他拖出去 以为他死掉了 哦 保罗起来就开始继续传福音了 所以他觉得说我很软弱 但是其实他很刚强 如果刚强 要多祷告 靠神 所以在主里面他就很刚强 那道过来哦 如果一个人不会觉得自己软弱 他祷告不会很认真 所以彼得说我要跟你一起死 他哪里有软弱 哦 那狮子架下彼得在哪里 他早就溜走了 哦 所以你看他很强 其实他很弱 那主耶稣跟不下去啊 好 那女人虽然被称作软弱的器皿 她可以很强 她可以改变她的先生 好 怎么改变 好 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三章 第一节 好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虽然自己不听道 也可以因对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所以力量在这里 所以我也听过一个姐妹要带她先生信主 哦 就要她先生去风景去玩 开车去我不能坐飞机 好 她已经想好了 带了一大堆录音带 现在第一个 人有罪 第二个 耶稣是救主 第三个 要悔改受习 好 结果 结果旅游回来她先生还是不信啊 好 这样就没有希望吗 当然不是没有希望啊 好 若有不信道理的丈夫 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所以啊 妻子的品性很有力量 好 那要怎么感化 好 那要怎么感化 好 那要怎么感化 好 所以第二节开始就在讲 好 因为真结的品性敬畏的心 好 那这个真结的品性跟敬畏的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第四节 so in verse 2 it says it talks about wife's chase conduct accompanied by fear and that is also connected to verse 4 好 那第三节哦 就是在讲哦 方向不要错啦 so verse 3 tells us do not make sure the direction is correct 不要以外面的变法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so do not let your adornment be merry outward adranging the hair wearing gold or putting on fine apparel 如果做太太的天天要买名牌的哦 这个看起来是很好看啊 除非先生很有钱啊 不然啊 痛在心里 so wives do not keep buying brand name clothes because unless your husband's very wealthy otherwise he'll be in pain 那个买很贵的香水来撒 当然很香啊 但是那个钱撒在身上 有时候先生真的是 啊 心里好像刀子在割 so if we buy very expensive perfume or cologne even though it smells really nice once we put them on but husband actually will be displeased because of the money that we spend 重点是第四节 the key is verse 4 长久 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hidden person of the heart 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 with the incorruptible beauty of a gentle and quiet spirit which is very precious in the sight of God 长久 温柔 安静 that means gentle and quiet spirit for a long time 怎么会温柔呢 how to become gentle 怎么会安静呢 how to have a quiet spirit oh 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哦 有一个秘诀 so amount to the church members we do have a secret 就是要祷告 that is to pray oh 你看现在加州在干旱啊 so now look at California we are in a drought 有的那个河的床啊都干啊 就变成硬邦邦的 你在上面撒种它也不会发芽 但是如果有一天下大雨 oh 那个河床变湿的就软下来了 oh 然后你再撒种下去它就会开始发芽 oh 那块地就是人的心啊 oh 有时候生活越舒服人的心越硬 oh so the more comfort that we receive from life the harder our heart becomes oh 所以温柔很难啊 oh 那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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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神的灵啊 一降下来人的心就会温和 oh 这是圣灵啊所带来好的果效 oh 那安静呢 神同在就是 就一个一个表现就是安静 oh 所以神同在的人 oh 一定有一个表现非常稳重 非常稳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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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安静 oh 这个就是女人的装饰 这个就是女人的力量 oh oh 那有了这个就可以感化他的先生 那这个不是做不到的 oh 所以在第五节在讲古诗仰赖神圣洁的妇人 好像亚伯拉罕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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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六节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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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 oh 这里有一个榜样 oh oh 如果你能够很温柔真的尊重太太先生为主 oh 先生一定会受感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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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有能力教育越高 做赚钱越多的回到先生 是是是水主 oh 这个先生会非常感动流眼泪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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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h oh call your husband Lord 49 oh oke oh oh forest 这个情理也可以讲知识 是按照圣经的教训跟妻子同处 因为她比你软弱 所以要让妻子感觉到先生很体贴 就是按情理 因此很多的妻子也受感动 因为先生确实是对太太非常地照顾 然后她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个生命是什么 是属灵的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承受这个生命 那一起承受生命就是表示 我们在属灵上追求 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伴侣 两个比一个好 所以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这条路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做伴互相鼓励 实在是很好 所以要用这样来敬重她 那祷告就没有障碍 这个祷告没有障碍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 那要祷告 得到神的垂听 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好 我们祷告就容易蒙神垂听 所以人跟人的关系 跟人跟神的关系是合在一起的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 我跟神关系很好 跟大家合不来 从圣经看起来不太可能 主耶稣在十二岁 神跟人喜爱的心都增加 不只神喜欢他 人也喜欢他 那神喜欢的人 人一定会喜欢 因为神喜欢的人 就是爱神的人 那爱神的人 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那神的诫命就是要爱人 所以为什么说 跟神的关系好 一定跟人的关系很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 我的灵性好不好 我们自己也很好奇 我的灵性好不好 如果我们在教会有一个敌人 那个就是说 我们的灵性还不够好 为什么教会有人会变敌人 圣经不是叫我们要赦免吗 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主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那如果我们对别人有赦免 就没有敌人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 你如果有两个 你不跟他讲话 那个就是我们的灵性的障碍 有三个我不理他 那个就是我灵性的缺点 所以我的灵性好不好 我看我跟教会信徒的关系 就是我的灵性的一个指标 所以人跟神的关系 就在人跟人的关系表现出来 那我们从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 这个第八节到十六节 就是讲对众圣徒 这一段圣经又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回来看第八节 从因而知 你们要同心彼此相爱 如弟兄 存灵敏温柔的心 第九节 不要以恶报恶 道又以辱马 以辱马还木 道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造的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这个福气从哪里来 这个福气是从神来的 那第下面 人若爱生命 人若爱生命 愿想美福 就要禁止嘴唇 不说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十一节 不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亲追赶 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气 人跟人之间相处 要遵行神的道 所以 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中间还有神 那就变成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不好 那神在哪里 神不见啊 神不见 怎么可以得祝福呢 所以这里讲 不要以恶报恶 以入网还木 要祝福 为什么要祝福 因为神在我们中间 神要我们以善报恶 这个标准很高了 那做得到就蒙福 一起谋祷 阿们